这里是一个特色专业花店苗圃 每年我都会来一两次 很有特色啊 有意思在这儿逃 植物不错 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Paternal Nurseries 离多伦多一个小时的车程 135 Fire Glow 特殊品种 算是特殊品种了吧 特殊品种的日本风树 大概六尺高 来看一下专业 就是不是专业 这个大众品种的135 Blood Good 也是差不多六七尺高 这里一只哈 就是共参考 看看这个 特点就是叶子 是古的 什么品种 Trompenberg 150 也是150啊 这个要大很多 所以怎么说要逃呢 就是找到合适的品种 有比较不错的价钱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看见没有 它把这个盆套起来了 什么意思呢 一个是防止它倒 这个头中角 第二个呢 周围的盆可以防晒 根帕晒 看看这个 一看到红的 就是绿里发红的 我就激动了 这个叫 Ultum Moon 秋月 150 这么大尺寸的 真不错啊 真的不错 这里是有质保的 我在这买过 Hydrange 买过其他的植物 都是有质保的 这个至少有七尺高 从它的高度 健康状况 树干的粗度 都很理想 旁边还有Full Moon 更高了 其实这是一个 属于长得比较快的品种 Moon系列 它是这一大类 都挺 长得挺快 而且你看 也是150 而且更耐寒 是我的印象当中 它更耐寒啊 但是这里写了 它是Zone Rio的 奇怪吗 我有点糊涂了 这个是著名的 蝴蝶Butterfly 价格也是150 蛮大的 这个花店 应该是处于 Zone五地区 比较凉爽 所以 它这个花 这樱花 重拌的樱花 刚刚开 在我们小区里 早开拜了 看它的名字 Flowering Cherry 樱花 重拌樱花 它也写的是Zone Rio 太遗憾了 关门了 对不起 这钱的还有花 没看 那个是Crab Apple 也正在开 这里有Invincible Ruby Hydrangea 赶紧走了 OKOK Thank you 铁线连 来不及看了 我会把这个花店地址 放在下面说明去 附近的朋友 不远的朋友 多伦多的朋友 你去大瀑布玩的时候 顺便来拐个弯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我一会儿 好 感谢观看